黄色太张扬又太年轻 没什么包容性 所以其实还蛮挑搭配的 我按照搭配的难度 从低到高来跟你讲一下 先来说说最不挑人的奶油黄 奶油黄不太鲜艳 有种不透明的朦胧感 不会太单薄 也不会太耀眼 给人一种轻柔淡雅的感觉 年纪小的用着显得软萌 年纪大的用着显得年轻 奶油黄搭配乳白 有种想让人去呵护的温柔 特别适合约会穿 搭配灰色会比搭配黑色更出彩 深灰浅灰都行 会显得特别雅致 如果再点缀一点点亮蓝色 那就会多几分灵动 这两种配色所有人都可以尝试 很适合日常的都市生活 特别建议你在秋冬的时候 给自己备一件奶油黄的打底毛衣 它不仅可以提亮肤色 还可以搭配你衣橱里边 所有基础色的外套 再来说说偏暗的浓郁黄色 这种黄色在秋冬季节 能给人带来温暖愉悦的好心情 选择半裙或者包包 都不怎么挑人 跟它们怎么搭都好看的颜色有浅性 藏蓝 深纵 现在正好是季节 赶紧配起来吧 干净明亮的黄色比较挑人 如果你内心成熟 精力复杂 皮肤不够白净的话 就不要轻易尝试 实在喜欢 可以在你心情特别轻松愉快的时候 穿一穿 搭配浅性 墨绿 或者小面积的黑色 都会比搭配白色显得更有质感 当然如果你内心通透 皮肤又很白净的话 记住啊 这是两个同时满足的条件 那么你还是很能穿好这种颜色的 但是过了25岁的话呢 就不要再搭配其他浅淡的彩色了 可以搭配白色 或者其他偏暗的基础色 这样会显得更有质感 明亮的黄色就更挑人了 搭配黑色 有种极致的张力 特别适合彰显个性 性格内敛安静的人 就不要轻易尝试了 其实黄色还有很多精彩的搭配 但是呢 都不太适合用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 日常穿搭里边 还是交给艺术家时装精去演绎吧 我们欣赏一下就好了